如果在会议上 你的上司和公司的大领导 就某个项目发生了意见不合 让大家发表看法 你怎么办 因为都是领导 我肯定先跟大领导说一下 我对他的意见的看法 我是怎么样认为的 我觉得他好的一些地方是在哪 如果说改进的地方 从我个人的角度又在哪 然后我的上司 我也会跟他说一下 我对于咱们的公司 您的这个意见 通过我是做销售的 因为通过我的一个专业 销售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是什么样 你确定这就是你的回答 这个跟哪个领导都不太合适 其实时讯 你在回答这道题的时候 也正好给所有企业家 告诉大家你的个性特点是什么 规避冲突性风格 这个也就说明 你的这个职业岗位 如果你今天做一个销售 没问题 但是你要做一个管理者 没有观点是有问题的 刚才讲这个无缝而淡 我结合这个题说一下 其实有些时候不完美 才是一种完美 比如说就这个问题 不管大领导 还是你的直接上司 如果我是一个员工的话 问到我 我会抛开这个两个领导 我会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 就是认识我讲我的观点 不管我这个观点 是迎合了谁不重要 这是我的想法 也许不成熟 但是我的出发点 一定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员工 在一个企业里应该具有的姿态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企业家们的选择 谢谢 好 进入到你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我给你的岗位是销售顾问 我们底薪是做到六千加提成 加奖金加福利 整个军团应该在一万二以上 我这边是没有销售岗的 但是我感觉你这种摆折不挠的劲 我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给你一个这种助理 你先去锻炼 是项目执行六千在北京东三环 所以富贵们好 来在俊乐部呢 给到你的岗位 就是你熟悉的这个销售岗位 我们叫课程顾问 希望你从业务开始了解 未来去从这个向个人客户 转向到渠道客户 我觉得你是有这个潜质的 那我们给到的这个待遇呢 是四千的底薪 加上两千的绩效 然后加三到七的这个提成 我们客单价在一万五左右 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经理 那我们是在北京方庄 我们客单价大概在一万八左右 销售提成百分之十 我今天给你的岗位 是一个渠道销售经理的这么一个职位 你可以看到就是我给了两个工作地点 但是它的这个底薪是有区别的 因为深圳这块呢 是因为我们有多个渠道需要 就是已经开发 或者还有更多的渠道代开发 这样的话呢 我给到一个8K的一个底薪 然后加上一个绩效提成 北京的话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固定的 已经开闭好的渠道 比如说小米 京东 所以这边底薪就稍低一点 因为你可能更多的是做好 这个现有渠道的维护 目前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销售经理职位的这个人员的年薪的话 没有低于三十万的 考虑一下 只能选择其中两位 考虑好了 就走上前灭掉他们两位之外那三位的灯 好 我们请赵小叶和于林走上静点 大林天地呢 服务的这些客户的层级都是非常高的 很多的对接人都是年薪千万 你在这里对接会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我们服务的都是 比如汽车是中国前五的 比如我们房地产服务的中国前五 而且我感觉如果你做销售 刚才那样子表现的只会往前冲 不会踩刹车也是 可能你到底适不适合销售 可能也去换换别的岗尝试一下 因为你只做过那个嘛 所以我给你的岗就是项目执行助理 而且我破格了 因为我们是只要本科 但是我感觉您的这个水平百折不挠 我给你个机会呗 随风奔跑 蓝天俱乐部呢 给到的是这个课程顾问的岗位 我们呢可以帮员工解决住宿 晋升通道是 现在你先要从基层的销售去了解业务 当你了解了业务之后 我希望未来你能够去做我们的渠道经理 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合作伙伴还是挺多的 就是这块业务量挺大的 我需要像你这样 就是看起来很稳重的孩子 我相信你能够做好 来吧 在随风奔跑和大林天地之间 石旭做出你的选择 好 石旭 你最后的选择是 随风奔跑 祝贺赵小艺 祝贺石旭 感谢于林 来 和两位支持你到最后的企业家 拨个手 欢迎加入随风奔跑 谢谢